這件事情有沒有問題 那是你設計滑輪組的時候 你可以設計一下審理不審理 那對於鞋面審理這件事情 清不清楚 鞋面審理 為什麼鞋面可以審理 這個是一個台階 我如果把這東西推上去 跟我直接從這裡 把它拿下去 誰比較審理 其實是一樣的 我說審理喔 沒有說能力喔 我說審不審理 審理啊 為什麼比較審理 是你在支撐他的這個力 什麼意思 然後咧 那誰在支撐 是那個鞋骨 鞋骨在支撐 那我要抵抗什麼力 我吹他 假的沒有摩擦力 如果有摩擦力 我就被弓了喔 我如果有摩擦力 這樣比我直接抬起來 消耗就很多能量 你要抵抗他的 正向力吧 哪個正向力 垂直於鞋面的正向力 我是要抵抗這個方向的力嗎 等一下 對不起喔 不對啦 這是不一樣的 這個 我們是他是不是受一個重力向下 我可以把重力分解成 垂直斜面 跟 平行斜面的力 對不對 那我是要抵抗哪個力 平行斜面 我是要抵抗平行斜面 我抵抗平行斜面 你看平行斜面的力 只剩下這一點點 平行耳平 我只要抵抗這個力 我就可以把它推動 所以假如下面我有裝輪子 它是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的話 摩擦力非常非常小 這是非常省力的 這樣吹過就可以很省力 而且斜面越長 越省力 對不對 斜面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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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 就是只有高度一公尺的力 你要把它推上去 然後那個斜面有一公力長 那你可以這樣推開 還在噴推上去 也沒有辦法一推就這樣 非常重要 但是 前提是要沒有摩擦力 那我們目前在 在我們現實環境當中 力很難做出一個 一公里長面摩擦力的走道 所以 是 下面那個 余色的東西 對 我們這樣抵抗這個平行斜面的力量 你看 這個力量不用抵抗 因為這個力量是 垂直於這個正面 垂直的力根本就不用抵抗 它不會對我推造成影響 假設這個摩擦力數是0 mu的很0的情況之下 那摩擦力是等於 正向力 正向m 正向力再大 正向力非常非常大 mu是0 摩擦力還是0 所以基本上 我沒有抵抗 不需要抵抗摩擦力 我往這邊推到摩擦力往裡面推 可是摩擦力是0 所以我不用抵抗摩擦力 可是摩擦力如果很大的時候 我這樣推是很耗力的有點震動 很會震動 最後是一樣的 最後還可以把它提起來就好了 好 那鞋面的運用會運用在哪 平常時間 你有沒有在用鞋面 搬過運 搬過運 搬過運其實現在目前來講我們很少用 是啊 用啟動機 大部分就是用 推下去 對啊 什麼時候會用 可是我還是有看過 有時候會用看過 譬如說有個台階 我在推推車有個台階 我推不上去的時候怎麼辦 走旁邊 通常會鋪個鞋板子嘛 比較簡單的推 最少 我的那個 低峽道的樓梯右邊就是有一個小路 那個推腳踏車 對啊 那也是啊 那我們這樣子拋了 開運這個總道也是 因為 你推爐你的人 他如果說沒有那個鞋鋼 他根本上就像你要把整個人抬起來是很累的啊 所以他做個斜坡讓你慢慢把自己脫上去 比較簡單的 先買菜的時候旁邊都有這個 要什麼 斜斜的可以 好好好 他是讓退車脫上去的 我不知道 應該是很好吃 很好吃 還有呢 還有是你們經常用到每天都很會用到的地方 但是你放棄 馬路 走路梯啦 不是馬路 那馬路也是喔 你看喔 爬山 我們在爬山的時候 那個車子為什麼要走斜的 為什麼要走 譬如這次一座山 樓梯啦 這次一座山 我們車子要經過 為什麼這樣倒不上去 應該怎麼會痛 為什麼我們直接開一條路上去就好 比較好 所以你開不上去 開不上去 因為車沒那麼大的力嘛 可是我把這個上坡那裡轉成斜坡之後 是不是車就可以比較順利的開過去 換到時間長一座 這樓可以上得去嗎 有 它只是跟加油斷合作而已 跟加油斷合作 可以賺點就錢 也是啦 好 我碰到這邊的時候 你不要想到說 這東西跟我平常生活中 什麼東西很像 大便 謝謝你 先想到大便 樓梯啊 樓梯 樓梯也是 樓梯 樓梯其實也不是 樓梯也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樓梯也是一格一格 它只是跟樓梯一樣 那是什麼呢 樓梯啊 但是樓梯你看每一格 它的高度還是一樣 你要知道 一槌子向上 它不是一樣 樓梯是一樣 什麼 那個 影響飛車 影響飛車怎麼樣 πο ... 平常這場的生活中 你不會用到一小 hacerlo 好 趕快 再給你們一分鐘 想出來了 想一點 每天都要用到 幾乎每天都用到 幾乎 幾乎 為甚麼 每个人习惯有的人用不到 几乎每个人都用不到 很简单,这张方向看能见的东西 等一下 我很怕到这么清楚 不是 丝丁字 什么 你说什么 螺丝丁 没错,就是螺丁 支揭加一点 哪有啊 是飲到鞋子的 没有,它就加 你不想加,可是我觉得加 可是每天都有用到吗 我说几乎嘛 我说好见的每个人 螺丁 螺絲的這個結構你不見得是一定是用來做 水線所失誤 應該螺絲也是這樣寫的結構 蓋子 對啊 蓋子不是有螺絲嗎 加點 加點 我已經講一下之後就已經講了 要加了一定要加的 我演出少的可憐 幫我加一點後不成問題 其實你跟陳鈺還有一點沒有加上去的 就上次那個 這個還沒有加 那個有提搖 你在學車上 我都還有一個了 那個 酒瓶 酒瓶一樣 那已經一樣就不用再講 蓋子跟螺絲 螺絲就是一種螺絲結構 螺絲結構是時候你可以鎖一下 把它鎖得很緊 它可以親密 它以為那個樟木槽認識 電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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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鑽也 電鑽也 電鑽也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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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電鑽的螺絲是要讓序料從地面開出來 螺絲就是因為這樣斜面 所以你鎖一點點 你只要靠一點點利器 就可以鎖進去 可是鎖進去讓它直接壓進去 是很大力的 它可以讓人家安靜 好 這是鎖面的部分 神力的結構大概這幾個 那如果說上次講槓桿 槓桿其實我們在講過 好像都在裡面沒有講 不過槓桿三抖 跟絲絲有三抖 差一樣 但是槓桿三抖呢 它分支點的位置 譬如說 假設我在把它固定 我去壓這邊 我想把它壓破的東西放在這裡 譬如說一個雞蛋 雞蛋好像很奇怪 把一個核桃放在這裡 我這樣一壓 這個是不是比較容易被壓破 對不對 因為這個施力比比較長 我這是受力比比較短 抗力比比較短 所以核桃越靈 越靠近支線 它就越容易 在這裡完全越容易被壓破 對不對 而且只要差一點距離 你看 我這個假設三 五倍的距離 這邊是一倍的距離 這邊是五倍的距離 我這次的利息幾倍的F 我這邊可以抵抗幾倍的F 五倍 五倍的F 所以這就是一個槓桿使用 那有時候你看過一種 就是像我們在夾垃圾的 夾子 這是夾子 你是撕這一邊的 對不對 對啊 是這邊在夾東西 那有時候你會夾比較重 就會覺得好重 夾不起來 用很大的力氣才夾垃圾 這是耗力 這是比較耗力 可是如果要這樣做 原來才會夾越遠的 就是這樣 因為夾很遠的地方 第一個是 比較大的垃圾 它可以髒的比較乾 然後你夾就把它夾住了 好 這兩種是平常比較 不是正常 他常常說的 支點在中間的 這是支點在兩邊的 支點在兩邊 一個是視力點在前面 一個是視力點在後面的 大概這兩種 那我們現在在夾什麼 有時候會吃夾核好的 或夾螃蟹殼的 是哪一種 是這種 用嘴巴 嘴巴 嘴巴 嘴巴也是 嘴巴應該是 所以你看嘴巴 你要用嘴巴吃東西 如果你吃了那個咳 你會用後面咬 還是用前面咬 後面 後面為什麼 因為你的支點在後面 這個後面的關節 你比較不會吃到牙蟹 牙蟹可能 也許是 但是我比較用的是 因為支點在這裡 總之你要說 什麼好的話 我就用前面 有時候 你平常直接咬的時候 都會可能 前面就是用門牙 然後弄牌 前面你可以咬比較碎的 比較容易咬過的 因為咬顆花子 可以用前門牙 可是如果說 像有時候 我現在有牙齒就不好 用門牙 我還是會用舊子 我要再把牙到後面去咬它 咬過 所以 你會去考慮 不要吃東西 這很硬骨頭 很硬咬碎 你會放到後面去咬爛 你會用門牙齒咬爛 對不對 那是靠咬的力量 需要用這種方式 因為 支點 越靠近支點的時候 它產生力量是越大 所以 所以 怎麼樣 所以 那個 東西 離支點的那個 距離 它是 抗 抗力 你這是 施力點的話 這邊 抵抗就是抗力點 對 抗力點 是 OK 但是 力量都是 舊力跟反舊力相大 所以抗力點 抗力很大 它所受力也很大 對不對 OK 好 那就 就 我們這一段大家在這邊 我們講 南遠的部分 嗯 一般你職場生活中 我會遇到你會使用到 你會哪些啊 有點數 我們知道點數 不要這樣什麼 不點數就要上課 是嗎 不是啊 沒有點數是 他們上課的能源 能源再一點就可以 吃完 吃完 那現在是負一點的 對啊 這一點 趕快 補回那一點 沒有補的時候 就 要不然我補到現在 沒有 都畢業前啦 沒有 那點數可以補到畢業前 不能現在問現在 又欠你 因為這是遺產 來 對不對 又沒關係 好 開館秀 對開館秀 好 那個 平常生活中 不用到的能源哪些 你會用到什麼能源 電 還有呢 火 火 還有呢 石油 蛤 石油要算嗎 石油 什麼東西啊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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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咧 等一下 這東西目前可以幾張 呵呵 我現在問收集答案什麼 水 水 風 這很苦爛 還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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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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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熱 低熱 膚色 朱色 腹色 膚色 噢 膚色 滴腳 蛤蛤 脫蛤 鋪 閉嘴 脫一條的鳥 睡覺 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那點數 是讓你三個很遠 對點數也算 點數 沒有啦 蛤蛤 蛤蛤 猪 對啦 還有 剛剛 豬是不是 豬什麼東西要不寫 還有熱氣 熱氣 其實 豬啊 好噴喔 因為你去豚就好了 豚就豬 一個肘在這裡 一個肘 一個肘 太常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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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去雲南不是有看到豬 哪裡當能源用的 真的喔 小大神 沒有把豬當能源啊 他就拿來當鬧鐘了 蛤 喔 喔 喔 小大神 豬大邊不是拿北京起來會發笑 豬不是能源啊 我說豬社哪裡當能源 我也說豬哪裡當能源嘛 豬社也不是能源 把豬拿去家裡 他不是有一個 他不是有一個 他會把他那個 他會把那個 他在那邊排到一匙 那個畫笨匙 對 畫笨匙啊 他收集早氣嘛 他收集早氣嘛 好 好 繼續 還有呢 還有放地 爆炸 爆炸 日常啊 日常有爆炸 What 如此 睡一跳 Power Energy Power 不是Power Power Energy Power What is Energy 睡覺 睡覺 睡覺是能源啊 嗯 休息是會走一個很長的路 好 放屁喔 放屁是能源 是的 屁是能源 放屁是能源 放屁 放屁是個動作 放屁是個動作 屁是能源 打分屁啊 打分屁 那也是 可是放屁施放能量 所以那是動詞不是能源 哈氣 可是呢 誰就有吃東西 哈氣 哈氣 好啦 我們寫那麼多 大便 哈到大便 好 我們今天要來刪豬號 我們來刪豬號 我們來刪豬號 好 我們來想看 什麼是能源 能源就是可以放出 可以放出什麼 能量 可以放出能量 電池 能量可以放出能量 這什麼意思啊 就你眼睛看到 能量可以 可以產生熱 能量 可以產生熱 還有咧 產生動力 可以產生動力 還有咧 可以做 可以做工 還有咧 位移嗎 可以被做工 做工有包含的位移 位移也是其中一部分 還有動能量 這樣是可以被做工 如果能量 可以看到能量在消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加瘦 還有另外一個 加瘦 消耗 消耗什麼 能量都會消耗 我講消耗之後會 消耗你看到現象 錯 能量在被消耗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現象 錯 能量消耗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現象 你大背以後會臭臭的 好 等一下停 我沒有什麼大背以後 我沒有什麼大背以後 我現在就分開一切看看 能量在被消耗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什麼現象 加瘦 加瘦 會產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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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工學 沒有 還有咧 沒有了嗎 一定才有 沒有了嗎 一定才有 沒有 產瘦還有嗎 我譬如是要放懷乳 懷乳去消耗燃料絕症 會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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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天哪 在消耗很亮 等一下 又不是每個都會 等一下 我說看到什麼現象 那不是每個都會啊 那不是每個都會啊 但是 一兩個就是像 我們就能看到 它在消耗很亮 吹風機要吹頭吧 它在消耗燃料 你覺得很熱 對不對 我在煮東西 水會熱 因為在消耗能量 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消耗能量 有一些伴水的效應 有些會產生熱 有些會產生光 有些會產生移動 像車子在開 車子消耗能量 跟車子移動 對不對 大家知道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哪些東西 可以產生這個效應 放屁 電可以產生這個效應 有電沒有問題嘛 有電 電有電的 火 可以 火 可以 火是能量嗎 火不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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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這個現象 對 我這個現象 我不是沒有火 它這個現象 但是火本身不是這個能量 燃燒 燃燒是不是動作 燃燒也是個動作 燃燒是個現象 熱能 石油是不是能量 熱能 是 石油是能量 教育不是 教育是不是能量 是 教育這個 水 它非常抽象 它也是名詞 它也是名詞 好啦 教育也是 教育非常抽象 它事實上是 你可以說它能量是 當你們都受教育之後 你們可以產生更多的能量 去做更多的事情 這是某種期望 不 這是類似某種期望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抽象 跟我們現在都討論的 這種機械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把力度考慮 好 水 可以產生能量 喝水 怎麼樣成實量 它用這個衛冰 所以蠻融化 什麼再講一遍 結冰 結冰 然後咧 它就會有膨脹 然後就可以把石頭撐開 它用衛能來變 從高位到低衛能才能動 動的就可以搞到 那是不是每個東西都可以吃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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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這樣解釋說 我今天水在動的時候 我可以移動水車 水車可以拿去做磨墨 磨墨 磨墨 然後把那個麥片磨掉 雖然說這個 他說是從高位到低衛 它會有帶動 帶動 移動 要說每個東西都可以 沒有 沒有每個東西 再講個東西 假如我拿很多個板叉 然後弄一個超大葉片 反正丟下去它就像 那個衝動 它就像跟小的水分子一樣 這樣會不會 搞錯啊 那你 你是不是又把從低處拿來搞錯 那水還不是一樣 水我不用拔從低處拿來搞錯 因為它 本來是在搞錯 可是 那是剛才說 拔拿去有味的 你知道嗎 那是嗎 從上面掉下來 從上面掉下來的時候 水從上面掉下來 水從上面掉下來 它是一直沉澱 什麼沉澱 太陽沉澱 我說 它是一些礦物質 然後沉澱 是礦物質沉澱嗎 在手機 頭的大片 不是礦物質 礦物質 礦物質就不是礦物嗎 礦物質就需要太陽 礦物質 礦物質反而存在地球上 礦物質 礦物質 礦物質主要是一些植物 動物的屍體 累積沉澱 然後經過高溫高壓的變化 那要沉澱多久 沉幾萬年幾億年吧 所以我們不 那人 我們現在有科技 那我們能不能把屍體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如果要靠住 需要靠住越能量更多 會更少 會更少 你比我以下一個公斤 石油 可是你要消耗掉的能量 可能是十公斤的石油 這樣好不划算 超划算 四年病 這樣好不划算 天然的能量去 所以現在 實際上我們現在人類所使用的天然能量 都只在用過去的太陽能而已 石油就是過去的太陽能做累積的 我說那個 像我們用電力 或是用風 就是用風 水 來產生能量 然後這個能量回來加壓石油 加壓屍體 黃算嘛 可是你水 我如果說水跟風已經產生能量 我今天拿來產生電能就好了 我是很好嗎 我幹嘛那麼辛苦 還去拿那些能量去做成 消耗掉百分之九十的能量 只剩下百分之十的石油 因為石油可以用在車上 那電池可以用在車上嗎 像沒有電動車 對啦 對不對 我直接把水跟風 放在電 產生 產生 存在電池 因為現在人類有辦法儲存能量 比較好的方法就是電池 你不需要它就存在石油 你存在石油 消耗的能量比較高 所以電火是現象石油是能量 石油火是能量 風是能量 火跟風是能量 水跟風是能量 水跟風是能量 有問題 沒有 風怎麼來的 風是從海 地球旋轉是沒有錯 地球旋轉是風的來源之一 還有一個是 涡流 涡流 為什麼才能說涡流 因為高低氣壓 高低氣壓 為什麼有高低氣壓 因為當 來一個一個講 來季節先講 季節先講 溫度 溫度 溫度來自哪裡 太陽 太陽 溫度來自太陽 還有勒 空間弄水分 空間弄水分 OK 它會從溫度高到溫度低 溫度到溫度低 空氣中的流動 事實上不是從溫度高到溫度低 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從溫度低到溫度高 像我們冬天 這時候 你看天氣這麼冷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的溫度 都來自於西伯利亞 所以你覺得 寒流都從西伯利亞來 都在那邊過壓 所以你事實上 空氣流動 空氣流動跟溫度 關係不大 空氣流動跟壓力 關係比較大 這邊的壓力比較低 這邊壓力比較高 空氣就從壓力高 流到空氣低的地方 那之所以空氣壓力高 壓力低有兩個 第一個是水氣 第二個是溫度 兩個會造成它的影響 水氣越多的壓力越低 水氣越少壓力越高 溫度越高的壓力越低 溫度越低的壓力越高 所以 我這樣講 好像在 好像在 在落口令 但是有聽懂嗎 那我懂了 所以沙漠它很熱 沙漠晚上很冷 然後它濕氣很 它濕氣比較少 小 所以它 晚上的時候容易有 它壓力高還是壓力低 壓力低 壓力高 壓力高 為什麼 壓力低 壓力低為什麼 冷了 冷的空氣是壓力高壓力低 壓力低吧 壓力低了 壓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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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 空氣是冷的 冷空氣跟熱空氣哪個壓力高 哪個壓力低 壓力低空氣冷 空氣 然後壓力高 好 我們學過 我們學過水壓了沒有 我學過水壓 這邊壓力 跟誰有關 上面 上面 跟這裡有關 是這樣子嗎 這邊壓力跟誰有關 跟它上面 大氣壓力 是不是跟這裡面的空氣有關 對 跟這空氣的什麼東西有關 密度 密度有關 對不對 還有咧 還有它的水氣 我已經講沒有水氣了 還有水氣 跟高度 跟高度有關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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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所處的在地表 所以我們 頭頂上的 空氣高度是一樣的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這個密度的影響 對 好 是冷空氣密度高 還是熱空氣密度高 對 熱空氣密度高 應該是一樣的 熱空氣密度高 如果有密度高 你在點火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煙往上跑 因為它煙往上掉 所以應該是 哦 一樣了 不是一樣 冷和熱空氣一樣 我剛才講 你如果點煙 煙的溫度是高的 煙的溫度高了 如果它煙的密度 跟旁邊的密度是比較高 煙就會不會流 煙會往上 所以冷的密度比較高 冷空氣的密度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熱的障能縮嗎 熱的部分 熱的東西 它的體積會膨脹 好 密度跟誰有關 跟它的溫心 鼻肌 鼻肌 我們也聽清楚再講一遍 跟那個沒有關係 好 跟體積 還有呢 質量有關 好了 密度是 誰分之誰 溫液分之溫子 密度 我不講這樣 齁 你剛剛不是講體積跟 體質量 分之質量 體積分之質量 好 就 熱到冷桌的情況來看的話 他說的是體積啊 所以冷的體積變小 熱的體積變大 所以 冷的密度大 是密度小 冷的密度大 冷的密度大 熱的密度小 所以冷空氣的壓力大 還是冷空氣的壓力小 冷空氣大 冷空氣的壓力大 因為它的 好 這邊所 裝的空氣比較重 你頭頂上的空氣都比較重的時候 就會當然壓力比較大 對不對 這樣清楚了嗎 清楚了嗎 清楚了嗎 好 OK 好 那為什麼水氣會變壓力小 水氣會變壓力小 為什麼 因為水的密度本身就比較低 水 一磨幾克 一克 水 一磨幾克 六 水 一磨幾克 七 一磨 你剛剛沒學到 應該就是國二下去 所以就是H2O H2O 水一磨幾克 H是1 O是4 O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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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8 8克 O是16 我還以為是6 18 18 所以一磨幾克 空氣 空氣呢 裡面主要是 氮氣跟氧氣 這佔了五分之一 這佔了五分之四 好 氮氣的一磨幾克 21 16 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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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28 28克 加上 32 32沒有加上 它是只有佔五分之一 它佔了五分之四 所以不是加上 哦 我也知道 所以氧氣 氧氣多少 氧氣的磨數 雲磨幾克 氧氣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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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分之四的 28 五分之一的 32加起來 氧 空氣一磨是28.8克 好 這什麼意思呢 這告訴我們什麼 空氣一磨 水66克 空氣是28.8克 可是很特別的是 空氣在什麼溫度大氣壓力之下 一磨所佔養的體積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形象 你們還會學到那個 空氣任何的氣體 任何的氣體 不管是氫氣 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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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氣 任何的問題 或是真的把鐵 把鐵變成鐵空氣 鐵氣 鐵一磨被騰之後 它蒸發成氣體之後 鐵氣 一磨還是同樣的體積 任何氣體 一磨的體積要大 好了 所以同樣的體積 我們剛剛講的 密度是什麼 密度一樣 對不對 同樣的體積 水 一磨 28.8克 空氣一磨是28.8克 誰的密度大 空氣 空氣的密度大 水氣密度小 所以剛剛這個空氣裡面 還有很多的水氣 跟這個空氣裡面 完全沒有水氣 誰比較糟 有水氣 有水氣 沒水氣 剛剛不是講嗎 水氣的密度比較小 可是你說空氣都含有 含有 表示它把一些空氣排掉 不是額外有 不會額外有 就跟這個空氣裡面 含有氮氣跟含有氧氣 你是不是把他的比例拿來算 這邊是100%的空氣 跟這邊是95%的空氣 加上5%的水氣 誰的密度比較大 我懂了 空氣 空氣的密度比較大 因為它含有5%的密度比較小的東西 OK 所以含水氣越多的 含氣壓越小 所以為什麼夏天 我們的水 我們的空氣 從那個赤道那邊來的時候呢 它的壓力會比較小 我們叫低氣壓 如果你們仔細看氣壓 哦這個太平洋來了 低氣壓 為什麼低氣壓 太平洋來了 因為它水多 水多還有呢 溫度高 溫度高 它又水氣含量又多 溫度又高 所以它壓力非常低 好 如果你在仔細看氣壓 低氣壓會成什麼 低氣壓 空氣會向上 然後 它不要再會向上 所以冷空就補進去 那低氣壓 它向上的時候 空氣補進去的時候 就 因為地囤的血腩 不會產生氣旋 就會有颱風 融捲風 融捲風 它需要更快的情形產生 所以這就是乾燥才有嗎 對 因為太濕的空氣 它好像 沒有辦法更快的 所以 所以 像德州 不變成沙 德州 就是很平的地方 那它溫度變化很快的地方 沒有融捲風 好像水 水 像太平洋 太平洋是濕的 是水 我們大家 你們學過比熱嗎 22D寫的部分 都學過比熱 比熱部分就是有提到說 你的水 容易水的溫度的影 容易水的能量影響 升高降溫還是鐵 不要容易 比熱越高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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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熱 比熱 水的比熱是1 鐵的比熱 不要說鐵 石頭 或砂的比熱 大概是0.5到0.6 那是水吧 這兩個東西 我剛剛給它 1000卡的能量 水會比較容易 水比較容易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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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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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熱什麼意思 它每 它每秒吸收的 不是每秒 它應該是每分鐘 不是每分鐘 跟時間沒關係 它是能量會轉換 能量轉換 每多少克 它是 比熱 現在可以告訴我比熱第一的 加一點 什麼東西 現在 是比熱 噢 關鍵的粉 等一下 這是國二的 國二上 國二上 上升一度也要是要 比熱 來講一遍 讓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也需要 好 我也知道 有聽懂嗎 有啦 有啦 好 好 那一克的物體 那一克的物質 上升一度吸所需要的熱量 對 所以 石頭上升一度吸需要多少熱量 明天午 明天午卡 睡需要一卡 對 沒有錯 假設是一克 我們講一克啦 一克的情況 就要是有兩千度 那如果是一百克的話 就只有二十度 欸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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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累了 你現在要做筆記 因為你沒有做筆記 沒在動 腦袋就沒有思考了 你腦袋聽著思考 你就會想睡覺 是 OK 由於現在考慮有點複雜 因為我現在在複習 所以速度很快 你的腦袋沒有動那麼快 就會下一項睡 滿滿做筆記 做筆記 好嗎 好啦 回來 所以在物理上 廣大的面積 像德州很平 它沒有什麼山 基本上沒有什麼山滿 所以那個氣旋形成的時候 它能夠一直很快的被累積 像如果山丘啦 山林啦 那氣旋不太容易快被累積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的 不是龍捲風 它形成的是颱風 那也許像海面上 它的是經過海面 海的溫度變化沒有那麼快 海面的溫度沒有變化那麼快 所以它不容易形成極速的氣旋 它是慢速的氣旋 那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累積在台風的時候還是很大 那個氣旋還是很大 像 上次美國不是有發生說 這個什麼 卡翠娜 巨豹的爆風 它從美國的 這一邊過來 它從那邊過來的時候 它是 它從海邊上形成 為什麼它力量很大 它是不比龍捲風差 它力量不大不大 比龍捲風的不相上下 原因是它經過很長的時間 累積 它距離非常遠 就開始累積 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累積到它的威力量很大 那我們的颱風 大部分的累積時間都沒有那麼大 比如從海面上過來 你大概再快到菲律賓 左右這邊才開始形成一個颱風 進到台灣大概只有1000公里或2000公里 時間很陡 所以它沒辦法累積那麼大的一個能量 好 所以我們又講到這邊來 但是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所以你以前學的筆勒 明顯學的密度 在這邊都會看到一些用途 你不要想說那這些東西很複雜很難 會不會難 這些東西都很簡單的概念而已 簡單 好 字節亮起來 對 不會這樣 好 可是又非常貴 字節逆行 哇這個風差掉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水跟風沒有問題 它是能量的來源 像能量來源 食物 食物 食物是不是能源 食物 我們是會覺得什麼 我們在想 因為是太陽 太陽就是能源 太陽是一個主要能源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太陽 沒有人講 沒有人講啊 我沒有不寫啊 太陽 是你們講的啊 太陽 下一點 大洋 病 太變 大洋 OK 食物 食物是不是能源 食物是不是能源 是啊 食物是很大的一個能量海源 所有人都需要食物 你知道嗎 那個MATRIC這個字幕你看過沒有 對啊 MATRIC 這個中文翻譯叫什麼 MATRIC 氣動力為言啊 它點三步嘛 MATRIC MATRIC第三集 它叫做什麼 全面 全面 全面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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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內容就是有一個MATRIC 有一個M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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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IC MATRIC 是一台主機 一台電腦 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在虛擬世界裡面 喔 有台客任務嗎 有台客任務嗎 有台客任務 台客任務 好啊 不早講 你看過嗎 看過 對 海客任務 有工具 找來看一下 海客任務是經典 是電影界的經典 我們看過 對 我們看過 他說 十無私物科 海客任務 他講啊 他給那個電腦 他們研發 人類研發起來 電腦非常強 這什麼 都跟我們講 他把那個電腦 付以兩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 維持人類的永續生存 第二個任務 不要傷害人類 只有這兩種 就是這個 這個matrix 在這個matrix裡面 這個mother 他就霸彈出一個 他甚至不知道怎麼保護人類 為什麼 因為人類實在太好戰了 喜歡打一打去 這個國家要打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 為什麼要打那個國家 這個國家跟他有意義衝突 他實在沒有辦法保護人類 然後保護人類 最後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全上 那你就沒有保護人類了 壓下壓制 怎麼壓制 就是太... 鼓勵喔 用薪水壓 用薪水壓 用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讓他們的網路 是不是能用啊 不是 這簡單嗎 就讓他們全部睡著 好 讓他們全部睡著 看他們會打仗 可是他們還是想打仗怎麼辦 沒關係 有點虛擬世界 所以他腦袋 就差一個 差一個那個 那個 Sensor 進去腦袋 然後就讓你 可以在 虛擬世界打仗 因為他發現 如果只讓你睡著 沒有意思的話 還是會死掉 所以要讓你 腦袋有事情可以做 那另外一個事情 他發現 人是一個很好 食物來源 對媽的來講 他需要墊 他需要很多墊 他能夠活下去啊 他才會運作啊 他從人類吸取墊 他就把人 一個一個養起來 用個盒子 盒子養起來 每個人後面都拆 拆一拆 我們有看過嗎 有 看完一隻沒有什麼 啊啊啊 那他們在虛擬空間 人知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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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就可以餵一些食物 還是打進去啊 直接從你睡覺的感覺 那這樣不好嗎 沒有 那對他不好 對人來講 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 從出生就睡在一個盒子裡面 然後睡到死掉 你也不知道你們在哪裡啊 對 你也不知道你在哪裡 就有一群人就認為 我不能活在虛擬世界 這虛擬世界 整個是被Model控制的啊 有什麼關係 對對對 有些人全有關係 在這裏裡面是這樣 有些人裡面 我這裡就可以吃大魚大肉 因為有些人他把他救出來過 我們要反抗Model 我們要去對抗他 所以就把一群人救出來了 救出來之後 他們就吃什麼 這是豬吃的東西嗎 一堆 一堆狗食 他就和在一起 吃一件很阿渣的東西 然後住在地方很破爛 然後也沒地 沒有水可以洗澡 他們就要洗澡 回到現實生活 你要洗澡 對他嗎 可是那些人 他已經離開虛擬世界 他已經把那個拔掉了 那如果在虛擬世界死掉 會怎麼樣 虛擬世界死掉 你就死掉 因為他回饋回來 會回受到你 人是很受意識影響的 你意識覺得你死掉 你就死掉 真的 對 所以以前由德國 他們做實驗 我講過了 他就在手上 挖一刀 沒有真的割 但是他眼睛遮起來 然後你就聽到 血的聲音 那你就以為自己在流血 然後就死掉了 可是 有人 虎擬他說 過了 過了365天 那個人就死掉了 可是那過了365天 就算你沒有給他弄他 一樣會死啊 那是虎擬 那是虎擬 但是我說的 就他們在旁邊觀察 那些死刑犯 觀察有人 他可能先給他打迷幻藥 然後就把他寫個割開 然後他們看到那個血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到那個就沒有血死掉 整個臉色昌板死掉 然後他因為打迷幻藥他會震張 接著他們帶給你進去 然後也要把眼睛遮起來 也要打那個 鎮靜劑或什麼 拿噴水 然後就可以在他手上掛一刀 那 只是有點 他是類似鎮靜劑 你不會完全沒有意識 但是你不會動 你就是完全沒有力氣這樣 那你腦袋就這樣 他就一直滴滴滴的 感覺上滴 要是讓他滴水 然後你就 那個人的話又死掉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 跟前面他看到那個人一樣的感覺 他就死掉 所以 所以 人的意識 事實上是影響你的很大的 一個關鍵 所以在MOTHER裡面呢 他是用虛擬世界去讓一個人 活在虛擬世界裡面 所以虛擬世界可能你是個群體手 你是個有錢人 你是個運動員 不管怎麼樣 那也看到很多車子 那你也可能不曉得怎麼撞死 然後被撞到可能因為很痛 他也死掉 那樣 就是說他還是跟這個世界 在虛擬世界 這樣子有保護人類 對 這樣沒有保護到 有啊 因為你不會啟動戰爭啊 他這世界裡面是由MOTHER控制的 所以整個政治主體是由MOTHER控制的 你只能活在一個 你不是可以會撞車 那還是會存在嗎 意外就存在 那如果MOTHER就這麼厲害 那MOTHER就直接 就讓全世界都沒有車禍 你車子要撞上了 他就控制 這我不清楚 電影細節沒有寫 電影的細節沒有寫 但是我的想法是 你還是要讓人的生活有點刺激 他才會尋求這種 正向力量 才會想要去努力嘛 想要去賺錢嘛 可是你想要挑戰爭的時候 我MOTHER會去控制那些 可能在這 因為他裡面還有一個部件 你會看到裡面就是黑衣人 黑衣人他可以維持秩序 那你要去破壞我這個大秩序的話 他就維持秩序 所以事實上裡面是沒有自由的啊 裡面的人真正來講 是沒有什麼太多自由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要跳出MOTHER這個系統裡面 他要尋求真正的自由 可是尋求真正的自由的人 都過得很辛苦 他穿的很爛啊 吃的東西很爛啊 過得真正的不好 又會很冷 可是他們對方的過程很痛苦 所以他們有人反叛 我把你救出來 信用自由的人 他說 唉 如果在裡面多好 可以吃大魚蛋 我現在想不到那個牛排 雖然這牛排不是真的 可是吃起來就很過癮啊 他有那種感覺 可是 到底跑得不好 就是有難的決定 那有人覺得 我要真正的自由 但是他我要講的是能源的來源 能源的來源 就是他會發現說 食物 實際上人類也是一個很好的能源來源 我都給他適當的能源 他可以提供大量的電源 好 那食物 食物來源哪 食物來源 食物來源 還是來源太陽 還是來源太陽 對不對 好 避熱 避熱能源你怎麼用 可以吧 差不多也是熱的 岩漿 岩漿目前很難用 我們因為岩漿什麼都溶掉 大部分都放岩漿都溶掉 所以岩漿很難被利用 我們現在利用不是岩漿 我們利用避熱是什麼東西 溫泉 溫泉 我們是利用溫泉 來煮大 那是低熱發電嗎 變食物 現在有低熱發電 但是目前的研究上 低熱發電都不是很成功 為什麼低熱的發電不是很成功 不穩定 效率不好 其實也可以當一個穩定的狀況 就是你如果打聲一點 溫度的 出來的溫度沒有一切 可以控制 但缺點是 大部分的地震都含有一些 像是硫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都會造成管線的腐蝕 破壞 所以大部分的設備都沒辦法用很久 很快就要開換掉 所以那個成本很高 所以不划算 所以現在目前第2發電 不是 那就可以拿那個 這個瘤來那個 來 來把那個 沒有辦法回收的東西拿去 因為容器要高 瘤它的 它不是瘤點 它是腐蝕 它是跟你一樣的 腐蝕 它沒辦法用嗎 它腐蝕沒辦法用 你說拿去做會領培充嗎 會領消耗嗎 對 就把它給消 所以 在那個 周極表道如果領域長的話 氧 硫是同一組的 硫是個強氧化劑對不對 是不是 強氧化劑 它碰到東西大部分都對它反應了 羊可以把氫反應成什麼 水 羊可以把氦反應什麼 可以氧化碳 羊可以把煤反應成什麼 要爆煤 所以氧基本上 它可以跟很多東西形成反應 它是強氧化劑 同樣的周極表的一組 裡面有類似的效果 所以硫也是一樣的功能 硫跟氧有類似的功能 硫跟氧有類似的功能 它可以形成硫化鎂 硫化碳 二硫化碳 它可以形成硫化氫 它也可以形成硫化氫 它也可以形成這些東西 所以硫也是有類似的能力 它也是強氧化劑 好 先下這個 好在哪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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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